在河南省三门峡有一个诡异的村落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 这些村民整天昼复夜出 白天睡大觉 晚上出来秘密干活 而且他们有房子不住 偏偏睡在院子里 而且院中还打满了密不透风的帐篷 每天深更半夜 还有不少陌生人出入 到了最后 甚至还引来了武警 可没想到的是 武警到现场后大吃一惊 立马拉上了警戒线 保护起了现场 武警们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俗话说 事书反常必有妖 下面就让史书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他们究竟干了什么 还请各位朋友随手点个赞和关注 长安两秒赞 有红包奖励 事情发生在1989年 三门峡政府决定将一块荒地 发给当地村民开发使用 分道地的村民们 都积极地对新房子的建造而辛苦忙碌着 他们里面盖房子 外面垒院墙干的热火朝天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般来说 农户们垒的院墙都比较低矮 但是其中一户的院墙却垒了两米多高 从院子外面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 或许会有人说 这并不算奇怪啊 但是紧接着 其他的村民也不约而同 陆续地加高了自己的院墙 而且他们集体停止了盖房子的进度 直接在院子里打起了帐篷 将整个院子折得密不透风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了什么 但总是能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 在夜里还经常传出很大的声音 还夹杂着人的说话声 更加奇怪的是 村子里突然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看起来并不像是本地人 却时常来往 这些陌生人比村民们更可疑 每天来到了夜里 都能听到铁器敲打的声音 而且每次来的时候 两手空空 走的时候 却是手里都拉着麻袋 似乎里面装着什么 谁也不知道 这个村里究竟在做什么勾当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房子没建盖起来 却还是一直在夜里不断动工 隔壁村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之前这个村子还很贫困 现在好像突然一下子富了起来 不仅买了很多昂贵的家具家电 而且也不讨论为钱发愁的事了 难道他们找到了什么致富秘诀 但是对此村里的人却闭口不谈 一开始邻村村民并没有当回事 但他们逐渐发现 在村子的周边 野地里突然出现了几个大洞 几个胆子大的村民钻进洞一看 顿时被吓了一大跳 随后一出来便火急火燎的 告诉大家赶紧报警 他们在洞里究竟看见了什么呢 随着警笛声的响起 警察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并且还顺带收来了几位科研专家 在经过了一番坑测之后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是上岭村的村民 借着盖房子的名义实施盗墓 因为村民们害怕别人发现 所以才借着盖房子的名义 累起了高墙 以及密封的帐篷来盗墓 那为什么用来建坊的宅基地下面 会有古代墓葬 原来这并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发现古墓葬 根据村里老人回忆说 原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 这里就曾出现了西州时期的国国墓地 当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后来发掘的差不多了 专家们便推测 这里应该不会有墓葬 这才离开现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一辈的人觉得这片土地上 肯定还蛮有宝贝 于是到了1989年 等地政府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 并把当时分配的一块闲置地 划分为宅基地 因此这里是变成了现在热闹的居民区 他们贪婪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当年的古国古墓震惊全国 所有考古学家都为之惊叹 村里老一代的村民都知道 这块地下可能还埋藏着什么宝物 在分道新土地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用洛阳铲 探地下有没有动静 而且还会请来专业的勘测人员 所以这才发现了地下的古墓 在金钱欲望的驱使下 他们妄图把古墓中的宝贝据为己有 因此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之后还引来了专门的文物贩子 以地附近的这些道洞 就是这些文物贩子干的 索性警察发现的时间够早 这才没有造成什么大的文物损失 等到专业的考古人员到达现场之后 立即对这个古墓展开了抢救性挖掘 来到了村民的家里后 考古人员皱着眉头 看着乱糟糟的发掘现场 脸上满是担忧 看着一个个令人心痛的道洞 考古人员们都悔恨不已 随后他们就顺着道洞向下看测 希望能尽快找到古墓中的宝物 可是越挖越深 洞里的场景也越是害怕 这个道洞就像是没有尽头 就像是村民们永无止境的谈心 最终经过测量 整个道洞的深度足足有11米深 但仍然没有任何发现 渐渐的人们失去了耐心 急切地探查这个无底洞 考古人员们决定稍微调整挖掘的方向 他们向东进行勘测 这一次一铲子下去 就挖到了古墓 也就是30厘米的距离 还好从墓室的风土来看 墓葬并没有被盗 这个消息鼓舞了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如果盗墓贼再多挖30厘米 这些古墓可能已经被盗了 不多不说 这些盗墓贼的运气实在是太差 经考古研究后发现 这是一座西州大墓 但墓主的脸上却发现了许多的碎片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这些碎片竟然是价值连成的玉片 考古学家并不知道 这些不同形状的玉片是干什么的呢 经过反复的拼凑终于展现出了原本的模样 用嘴巴 耳朵 眼睛和眉毛 组成的碎片 在一起就拼凑出一张十分逼真的人脸 三角由玉片和68颗红玛瑙组成 专家们解释说 这就是后来金驴玉衣的雏形 金驴玉衣想必大家也都不陌生 封建贵族认为穿上它后 可以永远保持肉体不服 满足了他们追求永生的心愿 而且只有皇室或者贵族才可以使用 那么这墓主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昂贵的玉面呢 正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另一处的发现 让在场的众人更加惊叹这个墓穴的豪华 现场发现了一个大型的殉葬车马坑 有13辆马车 64匹马 6只狗 整个车马坑为长方形 里面的车马整齐的排列者 还有许多车轮的印记 其中车中的部件都保存完整 墓中又出土了大量兵器 与秦始皇兵马俑不同的是 这些马车可都是真的 并不是陶俑制成的 整个车马坑的阵仗很大 是按照行军的队伍进行整齐的规划 殉葬的狗和马看上去相当的平静 没有一丝的挣扎状态 应该是被杀死后 埋进墓里陪葬 此外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珍稀宝剑 这把剑的剑柄是由青铜制成 虽然外表已经秀气斑斑 但是仍然能看到剑身上镶嵌的宝石 更让人惊奇的是 它竟然是一把铁剑 要知道 人们普遍认为最早的野铁技术是在战果 但是这次的发现彻底打破了这个认知 也改写了野铁的历史 这些令人惊奇的发现 让考古人员直觉墓主人的身份并不简单 如此这么奢华的墓葬 绝非是一个普通贵族所能有的 接下来 一个不经意的发现 终于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 土层下 发现了一整套的边中 一套总共有八件 每个边中的重量各不相同 而在边中上面赫然刻着墓主人的名字 国际是西州诸侯国 国国的国君 这也意味着这个古墓 是西州时期诸侯国的国君墓葬 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都兴奋了起来 因为直到今天 周朝最早的统治者周天子的墓葬 还没有被发现 那么诸侯国的国君墓葬 就是发掘的最高等级周代墓葬 这个国君墓有着两千多年前的历史 如今终于重建天日 如此珍贵的墓葬 却差点被盗墓贼破坏 不禁让人感到心有余悸 商领村的村民在发现墓地后 不但没有想着马上上报 反而将这些文物 当成自己牟利的工具 这起大规模的集体盗墓案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不过一个多月之后 公安机关就顺利追回了984件文物 这其中还包含16件一级文物 上百件二级文物 同时还逮捕了69名盗墓分子 这座西州墓地 对研究国国历史 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任何人都不能为了一己私利 来侵犯国家的利益 所以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在利益的寻陶下 他们只想把宝物占为己有 不得不说 这些村民的法律意识太单薄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到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